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为了从内部瓦解奥斯曼帝国 英国外交官开始频繁和奥斯曼境内的阿拉伯人联系 不断教唆他们出来搞事情 作为回报 英国承诺会在仗打完之后 帮他们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 这些阿拉伯人被奥斯曼统治了几百年 早就想踢开奥斯曼出来单干了 所以双方一拍即合 就在阿拉伯人磨刀户户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 英国又暗地里跟法国签订了瓜分中东的协议 1917年11月 为了争取国内外犹太人的支持 英国又发表了著名的贝尔福宣言 公开表示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国家 所以说资本主义国家就是会玩 英国竟然用奥斯曼帝国的土地 开出空投支票成功忽悠了三拨人 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完之后 大英帝国推翻了让阿拉伯人独立的承诺 直接伙同法国把中东地区给分了 其中法国得到了黎巴嫩和叙利亚 英国得到了伊拉克 约旦和巴勒斯坦 而英国在取得了巴勒斯坦地区的统治权之后 便开始对犹太移民大开绿灯 全球各地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也在英国的支持下向巴勒斯坦地区疯狂移民 但是随着犹太人的大量涌入 他们和阿拉伯人间的矛盾也不断计划 所以大家就纷纷成立武装组织 一言不合就上街约架搞火拼 1936年4月 巴勒斯坦地区再次爆发流血冲突 实在忍不了的阿拉伯人在最高委员会的领导下 发动了针对英国的大罢工 最终演变成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武装起义 差点把英国愤而置之的计划搞砸了 虽然这场起义在二战爆发前被英国给摁了下去 但此后英国对犹太人的移民政策也发生了改变 为了避免加剧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矛盾冲突 更为了防止阿拉伯世界因为犹太问题而导向德国 英国开始出台文件限制犹太人的移民数量 整个二战期间 犹太人在欧洲遭到了灭绝性的大屠杀 但英国在犹太移民问题上却始终保持着强硬 大量为了躲避战乱和迫害而偷渡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 也在英国军舰的拦截下不得不继续漂泊 所以一些激进的犹太富国主义者 便开始在巴勒斯坦地区 同时对阿拉伯人和英国人发动袭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世界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巴勒斯坦地区的巨大动荡 也逐渐让英国感到力不从心 面对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双重不信任和攻击 以及美国和苏联带来的巨大压力 疲惫不堪的英国人决定放弃对巴勒斯坦地区的托管 直接把这个烂摊子丢给了刚成立没多久的联合国 英国决定拍屁股走人之后 由美国和苏联主导的联大随即召开特别会议 并于1947年11月29日 审议通过了关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181号决议 按照决议规定 在英国人滚犊子之后 将分别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 不过占巴勒斯坦总人口三分之一的犹太人 却分到了巴勒斯坦总面积57%的土地 并且大部分是肥沃的沿海地带 联合国对此的解释是 将来会有大量犹太难民迁入巴勒斯坦 但这个解释显然不能让阿拉伯人满意 因为未来同样会有阿拉伯人迁入这里 最让阿拉伯人不能接受的是 犹太人的苦难是由欧洲人造成的 凭什么要牺牲阿拉伯人的利益作为补偿 但是由于阿拉伯世界势单力薄 反对无效 1948年5月14日 伴随着英国国旗从巴勒斯坦降下 犹太复国组织也在特拉维夫举行大会 宣布以色列建国 仅仅11分钟后 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宣布承认以色列 其速度之快连犹太人都大为吃惊 然而让犹太人更为吃惊的 还有自己周围的阿拉伯国家 就在以色列宣布建国的第二天 埃及 外约旦 叙利亚 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 纷纷对以色列开战 第一次中东战争由此爆发 而英法两国为了保持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 不仅为阿拉伯国家提供了大量军火武器 还派遣了很多具有作战经验的军官 前往一线协助阿拉伯联军进行作战 犹太人虽然富国主义厉害 但毕竟基础条件有点薄弱 所以双方一动手很快就被打残了 美国一看刚建国三天的国家就要完蛋 所以赶紧以联合国的名义出来拉偏架 虽然英国最初明确反对老美提出的停战议案 但是由于自己在财政上有求于美国 所以最终不仅同意了停战议案 还终止了对阿拉伯国家的军事支援 而阿拉伯世界也在联合国的压力下同意停战四周 但就是这宝贵的四周时间 彻底改变了第一次中东战争的走向 也让新生的以色列得以起死回生 以色列利用这四周时间 把海外的犹太人喊回来一大堆 同时凭借美苏老铁刷的重型装备 把最初的三万多民兵集团 报兵成了七万多重装部队 阿拉伯人虽然在第一次停战期间 也进行了一系列增兵 但他们对于巴勒斯坦的支持并没有喊得那么坚决 所以在第一次停战之后 各自为战的阿拉伯国家 很快就被重新武装后的以色列打得满地找牙 随后在联合国的推动下 大家又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停战 在这次停战期间 长到甜头的以色列继续大力推行移民计划 进一步报兵把部队扩充到了十万人 而阿拉伯国家这边非但没有增兵 反而因为内部矛盾搞起了内讧 1948年10月15日 以色列破坏停火协定再次对阿拉伯联军发起进攻 这次他们不仅将埃及军队赶出了巴勒斯坦 甚至还一路杀到了埃及本土 直到英国亲自出面警告以色列 以色列才从埃及撤出了军队 而其他几个阿拉伯国家也被揍得够枪 既然仗打到了这个份上 这些阿拉伯国家也不可能继续拿老本跟以色列死磕 从1949年1月到7月 以色列先后和埃及 尼巴嫩 约旦和叙利亚签订了停火协议 第一次中东战争由此结束 这次战争从阿拉伯国家出兵开始 到以色列和叙利亚签订停战协议为止 共历时15个月 最终以阿拉伯国家的战败和以色列的胜利而告终 经此一战 阿拉伯联军阵亡约1.5万人 以色列军队阵亡约6000人 巴勒斯坦地区80%的土地也被以色列给占了 这比最初联合国分治决议规定的面积 还多了6700多平方公里 更加狗血的是 作战双方在签订停战协议的同时 竟然相互承认了彼此攻占的土地 埃及趁火打劫控制了加沙地带 约旦趁火打劫控制了约旦和西安 原本说好的伸张正义之战 结果却被玩成了分赃大会 当然最可怜的还是巴勒斯坦人 他们明明世世代代都生活在这里 现在却被告知连个国家都没有 原以为阿拉伯兄弟能帮自己出口气 结果大家一顿乱打下来 竟然把地主打成难民了 所以中东地区的矛盾 不仅没有随着这场战争的结束而平息 反而因为这场战争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这也为后来的历次中东战争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第一次中东战争的失败 对于阿拉伯世界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 特别是埃及和约旦这两个国家 不仅在军事上吃了败仗 竟然还趁火打劫抢了不少巴勒斯坦的地盘 所以在停战协议签订之后 阿拉伯人对于战争的热情 逐渐转变为对本国政府无能的愤怒 1951年7月 约旦国王被一名巴勒斯坦人刺杀 1952年7月 埃及自由军官组织在纳塞尔的领导下 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英国扶植的伐鲁克王朝 并于次年成立了埃及共和国 纳塞尔上台后看着一穷二白的埃及直发愁 所以就想从美国那里搞点经济和军事援助 此时美苏冷战的大幕已经拉开 美国虽然极力想拉拢埃及 但却遭到了英国和以色列的强烈反对 加上纳塞尔也不愿意加入美国主导的巴格达条约组织 所以后来这事就黄了 1955年2月 埃及和以色列在边境地区爆发冲突 纳塞尔想从西方国家购买一些武器 结果再次遭到了拒绝 这可把纳塞尔气得够呛 所以他只好转而向苏联表达了购买武器的意向 此时的苏联为了打破巴格达条约组织的围堵 也正在中东地区积极拉拢发展小伙伴 所以当苏联得知了埃及面临的困境后 马上大手一挥表示武器管够 之后苏联通过捷克斯洛伐克 以白菜架向埃及提供了大量先进的军事装备 并且没有提出任何附加条件 苏联的慷慨犹如雪中送炭 把纳塞尔感动得不要不要的 两家的关系也由此开始热络起来了 1956年5月 埃及政府宣布跟台湾断交 正式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英美两国随即宣布 将撤销援助埃及修建阿斯旺大坝的经济计划 作为回应 纳塞尔则针锋相对地宣布 要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 并把运河的营收投入到阿斯旺大坝的建设当中 早在19世纪中期 法国和当时控制埃及的奥斯曼帝国达成协议 在埃及强征了大量劳工开凿了苏伊士运河 不过运河建成后却一直跟埃及没多少关系 后来法国又把运河的部分股权卖给了英国 埃及共和国成立之后 英国虽然同意从埃及撤出军队 但苏伊士运河的运营权却仍然被英法牢牢控制 作为连接亚欧非三周的交通要道 苏伊士运河的价值自然不用多说 所谓抢人钱财如杀人父母 纳塞尔的这波操作 简直是戳爆了英法的废管子 据说英国首相在得知了埃及要收回运河的消息后 直接被气得破口大骂 随后英法两国一边跟纳塞尔进行谈判 一边把问题提交到了联合国 结果纳塞尔油盐不尽 安理会也否决了英法要求运河接受国际共管的提案 像英法这种老牌帝国主义国家 一直都是欺负别人的货色 什么时候受过这种窝囊气 加上纳塞尔还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者 一直在北非和法国搞事情 所以英法两国就开始秘密策划军事行动 决定给纳塞尔点颜色看看 不过作为国际政治舞台的老油条 英法知道自己贸然动手有点师出无名 所以就找到了埃及的死对头以色列 以色列当时正因为出海口问题跟埃及闹得不可开交 早就想对埃及动手了 所以大家一拍集合 1956年10月29日 以色列率先在西奈半岛对埃及发起进攻 第二次中东战争由此爆发 这场战争因苏伊士运河而起 所以又被称作苏伊士运河之战 以色列对埃及开战之后 英法两国便按照既定剧本开始了表演 他们首先以保护国际航道安全为由 向埃及和以色列发出最后通牒 要求双方在12小时内停火 并将部队撤出运河区10英里之外 否则英法就会强行出兵干预 纳塞尔十分感动 然后果断表示了拒绝 而英法两国随即便对埃及展开了大规模空袭 结果只用了一天时间 就把埃及空军干费了 纳塞尔自知无力抵抗这三个臭流氓 所以一边进行全国动员 一边向联合国求救 但联合国开会讨论也需要时间 英法两国就想趁着这个时间差 直接生米做成熟饭把埃及给办了 1956年11月5日 英法派出散兵部队突袭塞德港 开始在港口外围和埃及守军进行交战 纳塞尔则下令凿成了十几艘船只 把苏伊士运河堵了个严严实实 摆明了要跟英法鱼死网破 英法以三国武装入侵埃及的行为 不仅招致了国际社会的大量谴责 也引起了美国和苏联的极大不满 美国生气是因为这仨货动手前 根本没跟自己打招呼 完全没把带头大哥放在眼里 而作为埃及绑一大哥的苏联 也希望借此事件 分散国际社会对匈牙利事件的关注 所以这次美国和苏联竟然破天荒地站在了一起 开始联合向英法进行施压 让他们赶紧从埃及滚蛋 不过英法两国不仅没有滚蛋 反而直接动用一票否决权 阻碍了安律会停战议案的通过 好家伙 英法的这波操作可算是把美国和苏联惹毛了 所谓世界大陆一条街 你们也不看看现在谁是爹 随后美国在经济和贷款方面向英国强力施压 而苏联则更加简单粗暴 直接警告英法将在必要时动用核武器 这下原本还很倔强的英法以三国彻底怂了 1956年11月7日 英法两国宣布接受停火 并同意将苏伊士运河转交联合国部队接管 以色列随后也接受了停火 并同意撤出西奈半岛 第二次中东战争就此落下了帷幕 埃及虽然在这场战争中吃了败仗 但是成功收回了苏伊士运河的管理权 这让奈塞尔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威望空前高涨 像卡扎菲和萨达姆这些激进的年轻人 也都成了内塞尔的铁杆粉丝 埃及也由此成为了阿拉伯世界的领头大哥 以色列在战后获得了迪朗海峡的通航自由 也算没白忙活一场 苏联和美国因为表现积极 获得了很多阿拉伯国家的好感 这也为两大集团在中东地区的渗透创造了条件 而英法两个老牌币国主义国家 不仅在军事冒险行动上遭遇失败 还在国际社会颜面扫地丢人现眼 所以说第二次中东战争 从表面上看是埃及的胜利 实际上却是美苏对英法的胜利 这一事件标志着 由欧洲主导世界秩序的时代已经落幕 美国和苏联开始成为主导中东乃至世界的力量 对于埃及总统纳塞尔来说 第二次中东战争给他带来了空前的声誉和荣耀 也让他成为了阿拉伯世界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 不过也正是这份沉重的荣誉和声望 最终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将他彻底拖入了深渊 1967年6月5日 以色列空军率先对埃及、约旦和叙利亚发动突袭 震惊世界的第三次中东战争就此爆发 第二次中东战争结束之后 美国和苏联逐渐取代英法 成为中东地区的头号玩家 其中美国重点扶持以色列 苏联则重点支持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国家 在苏联的海量援助下 埃及的国际地位和军事实力不断提高 两国也由此进入了蜜月期 但是作为不结盟运动和泛阿拉伯主义的倡导者 纳塞尔的最大理想 却是希望凭借在第二次中东战争中建立的巨大声望 实现阿拉伯世界的统一 不过当纳塞尔试图以民族主义整合阿拉伯世界的时候 他的敌人就不只是以色列了 1958年2月 埃及和叙利亚宣布合并 正式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简称阿联 1958年3月 也门也慕名以邦联的形式加入了阿联 纳塞尔由此迈出了统一阿拉伯世界的第一步 不过对于实行君主制的沙特和约旦这些国家来说 纳塞尔所倡导的泛阿拉伯主义 却是要推翻君主制革自己的命 所以这些国家纷纷表示抵制和不满 而叙利亚和也门之所以愿意加入阿联 完全就是想抱埃及的大腿 叙利亚除了内乱之外 和北边的土耳其 南边的以色列关系都不太好 也门只是单纯的想借加入阿联的机会发展一下经济 由于这三个国家在领土上并不接壤 加上后来对内塞尔大埃及主义的不满 叙利亚和也门先后在1961年退出了阿联 让内塞尔白忙活了一场 1962年北也门内战爆发 纳塞尔因北也门自由军官组织的请求 派出大量军队前往北也门 和沙特支持的北也门军主派打得不可开交 当然在阿拉伯国家内部各种折腾的时候 他们和以色列之间的摩擦也没有停止过 利亚 黎巴嫩和约旦这几个国家 出于对以色列北水南调工程的不满 就开始商量着把约旦河改到 直接把以色列那帮孙子渴死 结果还没等工程开工 以色列就派出飞机轰炸了约旦河上游 这几个国家互相瞅了瞅 谁也没敢跟以色列动手 巴勒斯坦人一看这帮家伙指望不上 就决定自己组织人马跟以色列死磕 1965年5月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下成立 此后便不断在边境地区对以色列发动袭击 1966年 叙利亚国内再次爆发政变 新上台的军政府不断加大对巴结组织的支持 频繁在两国存在争议的边境地区对以色列发动袭击 以色列则扬言要对叙利亚进行报复 但是对于以色列的警告 叙利亚似乎并不是很担心 因为自己已经和埃及签订了军事防御协定 只要以色列敢对叙利亚动手 那埃及就和叙利亚南北夹击 给以色列来的关门打狗 此后以色列和叙利亚的边境冲突迅速升级 双方逐渐由零星冲突 转化为正规军交火 就在两国关系空前紧张的关键时刻 苏联放下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967年4月 叙利亚和以色列在边境地区爆发空战 埃及方面随即收到一份来自于苏联的虚假情报 大概意思是说以色列军队正在北部边境集结 应该是准备去干叙利亚 我们无法猜测当时的内塞尔 在得到这份情报后究竟作何感想 尽管他此前一再告诫叙利亚要保持克制 但他此后采取的一系列行动 却一步步将阿易双方推向了战争的边缘 小约翰克汗说 纳塞尔被约旦和民意煽动的情况固然不假 但是难道内塞尔就真的不想一战吗 对于内塞尔来说 以色列无疑是阻碍阿拉伯世界统一的巨大绊脚石 针对异教徒的圣战不仅能团结阿拉伯世界的力量 也能为自己积累巨大的政治声望 这对于实现阿拉伯世界的统一是非常有利的 何况苏联老铁还给自己刷了十几亿美元的军火 所以内塞尔开战的底气多少还是有一些的 只不过他完全低估了埃及军方腐败和无能的下限 1967年5月18日 纳塞尔通告联合国部队撤离埃及和以色列边境地带 1967年5月23日 纳塞尔下令封锁以色列最重要的出海口地狼海峡 此举被以色列视作战争行为 1967年5月30日 埃及和约旦签订共同防御协定 伊拉克也动员部队进入约旦境内 中东局势进一步紧张 战争几乎一触即发 以色列虽然很早就跟苏联大使表示 自己完全没有跟叙利亚撕破脸的想法 更没有在北部边境集结兵力 但苏联大使鸟都不鸟塌 因为这场战争对苏联来说百利而无一害 如果阿拉伯人打赢了 自己可以在中东获得更大的地区优势 如果阿拉伯人打输了 那也只是前两次中东战争的翻版 自己同样可以趁机拉拢阿拉伯国家 继而加强对中东地区的控制 眼看第一次中东战争被群殴的荧幕又要上演 以色列内部经过激烈讨论 觉得与其被关门打狗 不如抢先动手 美国虽然警告以色列不要贸然采取行动 但是相对于背负上挑起战争的骂名 处于极大战争危机下的以色列人 更想要保住自己的国家 1967年6月5日 以色列空军几乎倾巢而出 先后对埃及 约旦和叙利亚的空军基地发动了突袭 得益于以色列军方出色的情报能力 和阿拉伯国家军方优秀的送人头能力 此次突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仅仅不到一天时间里 埃及 约旦和叙利亚的空军基本上被摁在地上炸了个金光 开局大轰炸之后 以色列南陆军在西奈半岛对埃及发起了猛烈攻击 一直被视作内塞尔接班人的埃及副总统兼 国防部长阿密尔元帅在埃及空军遭受巨大损失后 几乎精神崩溃 完全丧失了领导埃及军队的能力 他不仅向内塞尔隐瞒了埃及空军遭受重创的消息 还声称击落了大量以色列战机 后来又武断地向西奈守军下达了全面撤退的命令 这让原本应该进入防御的埃及军队陷入了巨大的恐慌和混乱 最终演变成了一场血崩式的全军大逃亡 阿密尔的这波操作 可以说是把德布佩瑞斯的字演绎得淋漓尽致 而原本还对参战犹豫的约旦 也在埃及虚假胜利的鼓动下对以色列发起了进攻 结果自己那点家底子都快被打光了 最终以色列南陆军击败埃及 完全占领了西奈半岛 中陆军击败约旦 占领了约旦和西岸和耶路撒冷东区 这个时候联合国出来拉架 但以色列根本不听劝 直到北陆军彻底击败叙利亚 完全占领了戈兰高地才宣布接受停火 为期六天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也由此落下了帷幕 因为这场战争是在1967年6月5日突然打响的 所以又被称为六五战争 经此一战 阿拉伯国家伤亡和被俘高达6万多人 而以色列仅阵亡983人 除此之外 以色列还获得了6.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100万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赶出家园沦为难民 因为这场战争只持续了6天 所以也被称作6日战争 正是这短短的6天时间 几乎是教科书式地演绎了20世纪最不可思议的闪电战 也彻底改变了中东地区的政治军事格局 以色列直接从弹丸小国变成军事强国 而阿拉伯国家数十年的努力却几乎毁于一旦 纳塞尔在战后发表了悲伤的讲话 他号召阿拉伯人联合起来应对以色列的挑战 无数的阿拉伯人凝视着这场战争的失败 在内心深处积蓄着复仇的力量 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 将在七年后呼啸而至 只不过纳塞尔却没能等到这一天的到来 如果说第一次中东战争让阿拉伯人颜面扫地 那第三次中东战争更是阿拉伯人的奇耻大路 虽然战后联合国要求以色列把吞并的土地吐出来 但以色列根本没把联合国决议放在眼里 不仅如此 他们还在西奈半岛和哥兰高地构建防御攻势 明摆着要把抢来的地盘占为己有 由于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被揍得太惨 为了让埃及尽快恢复元气 纳塞尔不得不牺牲部分国家主权 允许苏联在埃及驻军和建造军事基地 以此来换取苏联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而苏联在不断侵蚀埃及主权的同时 却对埃及的武器需求一再拖延 曾经阿拉伯世界的领头大哥 现在却几乎沦为了苏联的卫星国 这让纳塞尔在国内外舆论中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此后纳塞尔为了收复西奈半岛 在边境地区对以色列发动消耗战 不过也没占到什么便宜 1970年9月28日 曾经的尼罗河雄师纳塞尔突发心脏病 带着未收复西奈半岛的遗憾离世 在纳塞尔的葬礼上 阿拉伐特痛哭流涕 卡扎菲几度晕倒 1970年10月 萨达特接替纳塞尔成为埃及总统 相对于比较理想主义的纳塞尔 萨达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虽然弱一些 但也更加包容和务实 萨达特上台后 也一度希望通过谈判的方式收回西奈半岛 但以色列同样鸟都不鸟它 在埃及国内经济低迷和民族主义的双重压力下 萨达特也坚定了通过战争夺回西奈半岛的决心 但是要收拾以色列 必须要有苏联的支持 由于此时的苏联和美国正在搞缓和 双方都热衷于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中东问题 所以虽然苏联和埃及签订了埃苏互助条约 但是在条约签订之后 却一再拖延向埃及提供先进武器 为了向苏联施压 萨达特以苏联不肯为埃及提供援助为由 驱逐了苏联的军事顾问 同时对外释放出向美国靠拢的信号 为了避免自己多年的投入打了水漂 苏联这才继续向埃及提供了大量先进导弹和武器 在解决了军事装备的同时 为了在国际上进一步孤立以色列 萨达特还积极拉拢沙特等中东石油大户 以石油为谈判筹码 埃及还和以色列的另一个死对头叙利亚 签署了联合作战协定 相约在9至10月份对以色列进行南北夹击 为了在战略上麻痹以色列 此后埃及和叙利亚多次在边境地区进行军事演习 但每次都在几天后归于平静 这使得高度戒备的以色列也逐渐放松了警惕 1973年10月6日下午2点 当以色列整个国家都沉浸在赎罪月的宁静中时 第四次中东战争在轰鸣的炮声中拉开了帷幕 凝忍了六年多的埃及和叙利亚 分别从苏伊士运河和哥兰高地两个方向 对以色列发动了突然袭击 缺乏战备的乙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甚至开战前侦察部队传回的大量情报 都没能让以色列人相信 这两个家伙竟然有胆子上来打架 最终以色列为自己的傲慢轻敌付出了代价 在短短的三天时间里 埃及就控制了苏伊士运河东岸纵深几十公里的地区 叙利亚也在哥兰高地取得了一系列战果 收复了哥兰高地东部的大部分地区 南北两线告急的以色列 只能不断收缩防线进行固守 阿拉伯国家一看这阵势 立马抢倒众人推 霍骨万人锤 纷纷派出志愿军对以色列进行夹击 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首战告捷的埃及却停止了进攻 开始在西奈弹岛构建防御攻势 很多人说这是埃及的战略事物 事实上埃及虽然在前期凭借突袭取得了一定战果 但埃及空军在以色列空军面前并不占优势 加上大型防空导弹平台缺乏机动性 埃及的防空导弹车数量又比较少 所以埃及并不敢贸然脱离防空体系向以色列进攻 另外从战略上讲 萨达特心里也十分明白 即便是阿拉伯国家有实力干掉以色列 美国也不可能眼睁睁看着以色列被灭国 所以萨达特更多的是希望通过战场上的局部胜利 进而对以色列施加压力 收回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失去的领土 从而达到以战促和的目的 战争爆发之后 由于英法等欧洲国家不想多管闲事 深陷巨大被动地位的以色列只剩下了美国这根救命稻草 最终在基辛格的推动下 美国总统尼克松下令空军开展五分钱行动 全力支援以色列 为了防止美国空军被阿拉伯国家拦截 由意在地中海的美国第六舰队 也投入到了对美国空军的护航工作中 而回过神的以色列也开始对阿拉伯国家进行反击 由于西奈半岛距离以色列核心区域比较远 所以以色列率先集中力量对威胁较大的叙利亚发起猛攻 不仅把叙利亚军队赶出了戈兰高地 甚至长驱直入攻入了叙利亚境内 直接对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进行炮击 埃及一看叙利亚这边顶不住 只能硬着头皮对以色列发起进攻 但是脱离了防空体系的装甲部队很快就被击退 随后在美国的情报支持下 沙龙率领以色列部队 突破了埃及第二三级团军之间的防御缺口 成功渡过运河并破坏了埃及的防空导弹阵地 失去防空导弹的埃及军队根本顶不住以色列的进攻 越来越多的以色列部队纷纷渡过运河 切断了埃及军队的退路 直接包了埃及第三级团军的饺子 至此 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局势彻底发生了逆转 在战争期间 苏联除了向阿拉伯国家提供大量军事援助之外 还出动了一百多艘军舰和潜艇 在地中海和美国第六舰队进行了激烈的对峙 这时候联合国天天开大会 英法在一边看戏 中国充当吃瓜群众 美苏天天吵架 最终在联合国和美苏的干预下 埃及 叙利亚和以色列先后同意了停火协议 第四次中东战争由此结束 这场战争前期阿拉伯国家的突袭 给以色列带来了巨大的震撼 而以色列强力迅速的反击 也让阿拉伯国家印象深刻 战争爆发之后 阿拉伯国家除了为埃及和叙利亚 提供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之外 还对在战争中支持以色列的美国 荷兰等国实行石油禁运 使国际原油价格一路飙升 引发了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 这也让西方国家此后 不敢再肆无忌惮地支持以色列 战争结束之后 埃及和以色列都意识到 无法通过战争彻底弄死对方 所以便开始考虑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两国间的争端 最终在美国的外交斡旋下 埃及和以色列在1978年签订戴维尹协议 结束了两国间的战争状态 此后埃及几乎是完全倒向了美国 而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却逐渐破裂 虽然埃及通过和平协议拿回了西奈半岛 但也相当于承认了以色列的存在 所以萨达特的行为被阿拉伯世界视作背叛 他们不仅将埃及踢出了阿拉伯联盟 还纷纷与之断交 1981年10月6日 萨达特在出席纪念第四次中东战争 八周年阅兵典礼时 被宗教狂热分子刺杀身亡 而他的继任者穆巴拉克则延续了萨达特的政策 随着埃及向实用主义的转变 中东的政治核心也逐渐向大叙利亚和波斯湾地区转移 由于约旦在历次中东战争中损失惨重 加上自己士丹利伯根本无力对以色列发动战争 两国的关系也逐渐趋于缓和 而黎巴嫩由于国内局势动荡 更无法对以色列产生威胁 所以对于以色列来说 自己周围的死对头就剩下了两个 一个是和以色列有直接领土争端的叙利亚 另一个就是致力于将以色列赶出巴勒斯坦的巴结组织 1982年6月4日 以色列出动十多万大军 对黎巴嫩境内的巴结组织和叙利亚军队发起了大规模进攻 第五次中东战争由此爆发 关于第五次中东战争的故事 我们还得从头说起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巴勒斯坦这块地区 实际上指的是约旦河两岸的土地 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英国以约旦河为界将巴勒斯坦地区一分为二 其中约旦河东岸成为了外约旦的领土 约旦河西岸则成了缩水版的巴勒斯坦 1947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之后 大量巴勒斯坦人遭到以色列的驱逐而沦为难民 外约旦因为在战争中拿下了约旦河西岸的部分领土 所以就把国民改成了约旦哈西鲁王国 也就是我们说的约旦 1964年5月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下成立 他们希望继续通过武装斗争的方式 从以色列手中夺回土地重建家园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之后 阿拉伯国家又被以色列摁在地上一顿摩擦 约旦和西岸的土地也被以色列完全占领 随后巴结组织也辗转到了约旦境内 作为同属于阿拉伯世界的盟友 约旦不仅为巴结组织提供了大量资金援助 还为他们提供各种训练基地和武器装备 但是由于约旦本身也是中东小国 随着国内难民数量的激增和巴结组织的不断壮大 双方的矛盾也逐渐扩大 所以约旦政府就开始对巴结组织的活动进行限制 结果却引起了巴结组织的极大不满 一些激进的巴结组织派系 将约旦政府的行为视作背叛 他们完全忘记了自己寄人篱下的身份 开始不断策划颠覆约旦政权的武装行动 甚至多次对约旦国王进行暗杀 除此之外 他们还在国际上频繁制造各种恐怖主义活动 动不动就把国际民航飞机劫持到约旦 以此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和谈判筹码 根本没拿约旦政府当根聪探 这些劫机事件不但让约旦政府在国际上生育扫地 也成为了压垮双方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 1970年9月 约旦在英法美等国的支持下 开始对境内的巴结组织进行暴力清场 最终把巴结组织驱逐出了约旦 这就是著名的黑九月事件 巴结组织被约旦暴力清场之后 黎巴嫩就成了巴结组织的接盘侠 黎巴嫩这个国家虽然面积不大 但是国内宗教成分比较复杂 其中以马龙派为代表的基督徒和穆斯林 差不多各占了一半 各派系之间共同设计了相对比较平衡的政治制度 基本上顾及到了彼此的利益 所以大家相处的还算融洽 黎巴嫩也一度是中东地区最为附属和稳定的国家 其首都贝鲁特更是号称东方小巴黎 其繁华程度可见一斑 但是随着大量巴勒斯坦难民和巴结组织的到来 黎巴嫩国内政治势力的平衡也很快被打破 早就对马龙派不太满意的穆斯林 开始希望借助巴结组织的力量推翻马龙派 而进入到黎巴嫩境内的巴结组织 除了不断在边境地区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之外 还成立了名为黑色九月的恐怖组织 不断在约旦甚至全球范围内 制造了包括慕尼黑惨案在内的各种恐怖袭击 于是曾经的历史再度重演 随着黎巴嫩政府开始对巴结组织的行动进行单预和限制 黎巴嫩国内的局势也不断恶化 并最终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内战 马龙派曾一度希望叙利亚能帮自己肃清乱局 结果请神容易送神难 叙利亚军队开进来之后却不准备走了 他们希望趁着黎巴嫩内乱的机会 把这里变成和以色列对抗的前沿阵地 这样一来 黎巴嫩就进入了基督教马龙派 巴结组织和穆斯林 叙利亚三方争雄的局面 以色列看到黎巴嫩这个情况 就开始有点担心 如果让黎巴嫩成为了叙利亚的附属国和巴结组织的基地 那自己的北部边境基本上就永无宁日了 转眼时间来到了1982年 这一年的国际社会特别热闹 英国和阿根廷正忙着在马尔维纳斯群岛互私 伊拉克和伊朗正打的热火朝天 苏联也深陷帝国坟场阿富汗 叙利亚国内又出现了内乱 以色列仿佛看到了解决巴结组织的时间窗口 1982年6月6日 以色列以驻英大使馆军事顾问被刺杀为由 举兵十万大举入侵黎巴嫩 第五次中东战争由此爆发 随后以色列军队用了仅仅不到六天时间 就攻下了黎巴嫩四分之一的领土 黎巴嫩南部的巴结组织和叙利亚军队基本被肃清 紧接着以色列又集中兵力 对巴结组织在贝鲁特的总部基地进行围攻 最终在美国的调停下 数万名巴结武装力量被迫从贝鲁特撤离 分散到其他阿拉伯国家 按道理说第五次中东战争打到这里已经算是结束了 毕竟巴结组织已经被打垮 黎巴嫩也选出了新总统 以色列和叙利亚也决定霸占收兵 可惜这个刚选出来的黎巴嫩新总统 刚上任不到一个月就被刺杀了 作为报复 以色列又暗地里支持黎巴嫩长枪岛 对贝鲁特的巴勒斯坦难民营进行了屠杀 制造了震惊世界的贝鲁特难民营惨案 这一系列政治事件的爆发 导致以色列和叙利亚都放弃了撤军计划 转而开始在黎巴嫩境内构建防御攻势进行对峙 后来黎巴嫩境内一些激进的什叶派穆斯林 又在伊朗的支持下 成立了志在消灭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 此后黎巴嫩各方势力之间 就陷入了长达十几年的大混战 不同阵营之间的对抗与结盟 背叛与仇杀轮番上演 一直打到1991年才算基本结束 长达15年的内战给黎巴嫩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数十万人因此而丧生 近百万人流离失所 大部分城市也彻底沦为废墟 虽然以色列和叙利亚先后在2000年和2005年从黎巴嫩撤军 但直到今天 黎巴嫩仍然没有建立其稳固的中央政府 其国内政治和经济局势也一直处于崩溃的边缘 而巴结组织在第五次中东战争中被打击之后 以阿拉法克为代表的巴结组织多数派 也开始在武装斗争的同时 转而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争取巴勒斯坦的独立 1993年9月 在挪威的撮合下 阿拉法克和以色列总理拉宾 在美国白宫南草坪签署了奥斯陆协议 由此开启了和平解决巴以冲突的历史进程 然而伴随着以色列总理拉宾被犹太极端组织刺杀 奥斯陆协议被无限期搁置 巴以之间的和平进程也因此被打断 阿拉法克去世之后 在巴结组织中影响最大的派系法塔赫 因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逐渐开始走下坡路 而奉行原教旨主义的哈马斯则趁势崛起 和法塔赫与以色列的妥协比起来 哈马斯对于以色列的态度也更加激进和强硬 由于双方政治主张不同 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也经常爆发对峙和冲突 这不仅导致了巴勒斯坦内部的分裂 所以巴勒斯坦同样处于极度的不稳定和混乱之中 纵观五次中东战争 或许我们才能从中体会到独立自主这四个字 真不是简单的说说而已 所谓的巴以分治 印巴分治 朝鲜半岛的南北分裂 和解放战争中美苏提出的话将而至简直如出一辙 而朝鲜战争和第三次中东战争的爆发又是和其相似 唯一不同的是中国在同样的历史路口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这个世界从来没有什么永恒的和平 更没有什么存在于射程之外的所谓真理 我们之所以看不到那些黑暗 只因为有人曾经负重前行拼尽全力 用鲜血和汗水为我们照亮了黑暗的角落 开始写量